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 我現在呢 解定了一個線段AB 要你求這個線段的那個中垂線 這怎麼做 把這個呢 就以什麼呢 以A這個當圓形 然後你取適當的這個 這個什麼 取適當的半徑 這個半徑要超過AB的一半 然後給它畫什麼呢 畫虎 我畫虎 給它畫 然後這個適當的半徑 不要動 再以這個當圓形 一樣給它畫 那會交給你兩點 這兩個虎 會交給兩點 然後我連接這兩點的話 把它連接起來 這條直線的話 就是AB的那個中垂線 那我們可以用那個全準三角形 拿下來證明 首先 這一個 這一段 因為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畫虎的時候 這個半徑呢 沒有變動 我在這邊畫虎 再拿過來再畫虎 所以這一邊跟這一邊是一樣的 這個叫C好了 那這個叫D 那這個半徑跟這半徑也會一樣 這個 這一個 跟這個也會一樣 這個是共編 就是說我們看看 在這個三角形 A C D 比這個 三角形 B C D 中 那 A C 等於那個 V C 這個 等於半徑R 那 AD 等於 V D 這個當然也是等於半徑R 然後 CD 等於CD 這共編 所以我就曉得 三角形 ACD 全等於三角形 BCD 好 也就是說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等 所以我就曉得說 這個角度的話 跟這個角度是一樣的 那 既然角度一樣的話 然後的話 然後 這一邊 跟這一邊 又一樣 所以就這樣給它對折過去 對折過去的話 因為這個角度一樣 所以這一條線 跟這一條線會重疊 本來應該射線會重疊 不過因為長度一樣 所以這一點跟這一點會重疊 那既然會重疊的話 所以就知道說 這個圖形 跟這個圖形 也是以這個 當對稱軸的對稱圖形 所以這個當然就會同意90度 這一邊跟這一邊就一樣 所以這個就變成一個連垂直平衡線 或者另外一個看法 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圖的時候 我們發現 我們做圖是左右對稱的 怎麼看左右對稱的 因為我在這裡畫個弧 在這裡畫個弧 然後呢 然後呢 再從上到下這樣畫下來 所以我整個動作 是左右對稱的 那既然是左右對稱的話 我畫出來的圖 也會是左右對稱的 那既然是左右對稱的話 我折過去以後 這一點跟這一點就重疊了 那這個的話呢 就會是等於弧度 所以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呢 就可以說明說 這個呢 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軸呢 是AB的 什麼呢 那個 垂直平衡線 或者說 我們呢 已經曉得說 這一邊跟這一邊一樣 然後這貢邊嘛 然後這個角跟這個角又一樣 所以我就曉得說 三角形C A 這就叫O 好了 CAO 跟什麼呢 跟三角形 CVO 是全等的 知道 這是S A S SAS 所以我就曉得 AO 等於VO 因為對於邊的話呢 相等 那腳的話呢 腳C OA 等於腳 C 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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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兩個腳加起來180嘛 所以每個腳呢 就等於90度 所以這一個 就跟這個互相垂直 刀可